看見桌面的燈是亮了 但如果我要關閉它 就是我關了門 然後那盞燈就會關閉 就是我關了門 門上我已經黏了感應器 感應器一 detect 到門關了 然後就會控制桌面上面的 shortcut 然後就斷電 然後盞燈就會關閉 如果我想關閉它 很簡單 我就開門 那我的 shortcut detect 到門開了 它就會通電 然後盞燈就會亮 那今天呢 我全招在這裡試這些 智能家居的東西 那我上次拍了一張照片 有很多產品我還未拍 其中一樣就是智能家居的東西 那桌面呢 其實有很多產品 有 shortcut 有燈膽 有 detector 我就不一樣說了 那我剛才在這裡玩的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我首先設定了一個 shortcut 然後我另外再設定了那個 detector 然後我就可以將它們互通 這樣就可以創製一些 action 那就令到你的家居好像寶貝至多星的家居 那我現在示範一次是怎樣設定的給大家看 那首先呢 你就要上app store裝的apps 叫做 next home 那 next home呢 接著你就按了進去 好了 按了進去的時候呢 它上面呢 就有很多東西選擇的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一個 shortcut 我現在教大家設一個 shortcut 先 那我們呢 按了 shortcut 那個按鈕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就右上角呢 有一個加按鈕 那就是我要加一個 shortcut 那加一個 shortcut 那我就會開始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將我的wifi和wifi密碼呢 就輸入了 然後呢 就可以掃描QR Code 那掃描QR Code呢 其實這個 shortcut上面 有一個QR Code 而其實它那個盒裡面 也有一張紙的 就是 可能你有時候插了上天花板的 那你就掃描那張紙就可以了 掃描了那張紙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按連接 接著按連接呢 就這樣按這邊這個 好 接著就等了 好 聽到beat beat beat聲呢 就是配對完成 你的app上面 就有一個power shortcut的畫面 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簡單的 就這樣控制 控制這個power shortcut 那控制什麼呢 你是可以 設定時間的 就是它什麼時候有電 什麼時候沒有電 你看到ult band 其實是能自行設定的 就是說以前呢 其實 iCare是有這個pro paradigm的 但是現在產生沒有了 它那個很有 Damn wellbeing系 的圓形上面 有一個黑色按鈕 以後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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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調整 那個zyka dass passiert 什麼時候有電 什麼時候uve感 對 message 但現在好像 香港的iCare沒有了那個product 這個 就可以代替到 一個調 entsprech的 代替時間的一個功能 甚至你是可以用電話控制開關也行 那到設置一個Sensor 就是剛才我上面的Sensor 選擇Sensor的位置 選擇之後就像剛才一樣 選擇加 即是加一個新的Sensor 接著開始 開始之後 你就一樣 它有一張卡給你掃 掃一張卡 掃完卡 都是選擇連接 選擇了連接之後 出現了連接畫面之後 我們才通電 它有教的 它裡面有step 有說給你聽 你跟畫面就可以 好了 接著我現在就通電 好 配對完成 那你呢 就在Sensor那裡 多了一塊叫做Door Sensor的東西 那你按進去呢 它有什麼玩呢 那它就 這個Sensor就是 你安裝了到門上 到門一開 或者到門一關 它是會通知你的 這樣就叫關了 因為兩塊Sensor一起 那我拿開其中一塊 拿開 那就是當開了門 那兩塊東西 分離之後 你的畫面就會出現 喂 開了 你的門 那是會通知你的 那這塊東西 即是就這樣有什麼用呢 譬如你家裡有些門 不想人開的 或者你的小朋友 誤闖你的神秘房的 那你就知道咯 你知道的時候 其實你還可以設定警報的 那裡剛才我說的那些產品 還有些東西是會響的 你響又行 不響 你手機就通知它 我剛剛把這塊東西 就放了回來這裡 那所以呢 就 它又顯示了一個關閉給我 好了 那你現在最基本 你裝了兩塊東西 我裝了一個short cam 那我裝了這塊東西 那我就可以設定一些 叫做Rules的東西 Rules的東西 就在下面有一塊叫做自動的東西 ad rule 沒有s 那接著我就 將那個 rule叫做 開門 OK 完成 那接著下一步 那接著呢 開門這個呢 就是 有個if 有個頂 我加 if 我的door sensor 是開門 是開門 就是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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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那頂呢 我那個插了呢 就要通電了 沒錯 完成了 好 接著我開門 這個 rule 好了 即使說 我先插個燈給大家示範 我剛剛遙控 關掉這個東西 因為剛剛才有新的 產生了Rules 所以它要關掉它 才會開門 那所以呢 我剛剛設定了Rules 就是到門開 那東西就通電了 那我現在就無疑開門 那叫開了門 那它就會亮燈 就是這樣了 那關門是你要設定另外一條Rules 即是你如果關門呢 你就要回到剛才那裡 你就設定一個 if door is close 跟著那個short cat就斷掉 那如果你把剛才桌面那些東西 你真的全部安裝了 你就可以發生很多combination 那如果你安裝了剛才桌面那些產品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創意出很多不同的指令 就是總之發生A情況 它就給一個B反應你 那有什麼用呢 尤其有老人家 或者小朋友的家 譬如剛才這樣 到門一開了的 那你就通知我 或者到門一開了的 你就開燈 關門的時候 你就可以關燈 它有燈膽 燈膽又可以教時間 剛才另外一個 我也覺得挺有用的 就是自己的救命鐘 總之 你放一塊東西在那裡 那塊東西一按 那就會通知到手機 那又或者你一按 就會使用 某一些其他產品 去active其他產品 那所以呢 我一會兒都可能會在那裡 選一二三 可能選三四塊回去 對付一下我的小朋友 剛才有件事 忘記說就是 你只要用一個APP 在家裡設定那些東西 在同一個Wi-Fi網絡 那你那個電話 是不需要在同一個Wi-Fi網絡 因為你設定完你會離開的 譬如你上班這樣都可以的 那他們自己會work的 那總之你在公司 你都可以知道 你家裡的東西有沒有開 或者到雪櫃門有沒有開 又或者是有沒有水浸 諸如此類 那我覺得 這個 又不是很 即是未去到那個 叫做CCTV那種監控 但是 你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情 是會通知到你的 那我覺得這個都幾方便 不行 這邊的燈有些聲音 你先關掉它 先拔掉它 不用 哎呀 我應該要用HIP 是 好 我們繼續說 你怎樣串連 好 因為他們全部都有偵測會 有給你 是 那你同一時間 你的帳戶 即是你安裝了一個 叫Led is at home 的帳戶 是 它裡面就有所有設定 是 那譬如 它這個 有人開門感應到 是 那我會通知你之餘 你也可以設定同類的動作 譬如 我的power socket 給電 哦 即是這裡有訊號 就開那個電 是 自己分配怎麼做的動作 是 那又或者這裡有東西震 不是這個防水的 這個 如果有東西震 就可以去關燈 是 有東西震 你就明白了 就要去關燈 是的 如果水浸 你就開燈 或者關燈 是的 又或者 這個 救命鐘 有人按救命鐘 有人按救命鐘 就開燈 又或者其實那個 除了燈之外 它裡面也有speaker 是的 speaker 即是 一按的時候 它一有點 就有BB聲 是BB聲 是很大聲的 即是它可以叫它響 本身都可以響 可以叫它響 即是寶貝子多聲 即是你在家裡 可以報一下一個天羅地網 這樣